奥斯曼帝国的兴起 在亚洲与欧洲交界的达达尼尔海峡西岸,有一个叫加里波利的城堡,它是拜占庭帝国的一处要塞。 土耳其人已经将它围困了很长时间,由于城堡有坚固的城墙,一时难以攻克。 1354年3月2日深夜,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降临到这里,加里波利的城墙轰然倒塌了,接着天空又下起倾盆大雨,城内的居民和士兵在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。 趁着雨震和大雨,城外的土耳其人从城墙的滩陷处攻了进来,未遇到任何抵抗,很快就占领了全城。 这是土耳其人入侵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。 土耳其苏丹觉得,这次胜利是神的相助,真主站在我一边,显示出他的意愿,使城墙倒塌。 我的部队已占领了全城,我们要感谢安拉。 土耳其人属黄色人种,他们本是突厥部落的一只,他们是为了躲避蒙古铁迹,才来到小亚西亚半岛的。 在这里,土耳其人信仰了伊斯兰教,建立了几个酋长国,其中有一个酋长国,名叫卡伊。 公元1281年,奥斯曼成为卡伊酋长国的首领,从此揭开了土耳其历史新的一页,人们称这个酋长国为奥斯曼土耳其国。 奥斯曼是一位传奇版的人物,年轻时,他曾想娶一位有名望的宗教领袖之女为妻,但被拒绝。 后来有一天,他对那位宗教领袖说,自己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见他的腰部生出了一棵树,树叶都变成了剑刃,直向军事坦丁堡方向。 那位宗教领袖懂得解梦,这个梦的意思很明显,他预示着,奥斯曼的子孙会统治全世界。 于是宗教首领把女儿嫁给了奥斯曼,并亲自为他佩戴一把武士之剑。 以后,历代奥斯曼统治者都要佩戴的武器。 年轻的奥斯曼富有谋略。 13世纪初,拜占庭帝国遭到西方十字军入侵,国土四分五裂。 尽管土耳其离拜占庭的一些城市很近,奥斯曼完全可以成人之威去弄块地盘。 但是,他在掌权的前二十年时间里,并未尝试去进攻他们,而是养精蓄锐,冬天练兵,夏天到肥沃的草场上去休养生息。 他的军队人数在不断壮大。 直到1301年,羽衣丰满的奥斯曼军队,才与拜占庭军队第一次交锋。 奥斯曼先用弓箭骚扰敌军,然后采取猛攻战术,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防线。 接下来,他又征服了附近的突厥人各酋长国,宣布成立独立统一的公国。 1326年,夺取了拜占庭的布鲁萨城,并将其定为国都。 攻克布鲁萨之后不久,奥斯曼就去世了。 他被埋葬在布鲁萨,坟墓面朝着军事坦丁堡方向。 当他的儿子成为苏丹,佩戴上他那柄双刃武士箭时,满朝大臣悲从中来齐声痛哭。 因为,是奥斯曼率领他的人民,把一个弱小部落,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。 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,愿他如奥斯曼一样伟大,以此来激励以后的奥斯曼统治者。 奥斯曼的继承人,是他的次子乌尔涵。 乌尔涵的才干,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。 乌尔涵任命他的哥哥当宰相,乌尔涵兄弟俩将首都布鲁萨建设成一个贸易中心。 来自欧洲的羊毛衣料,来自中国的丝绸,来自北方蒙古韩国的毛皮, 来自南方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和糖都在这里进行交换,通过贸易增强了奥斯曼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。 他们还聘请希腊人任顾问,在造船、手工业和建筑方面出谋划策。 在征服的城市里,他们建造了宏伟的清真寺,大量的救济所和客店,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。 一位阿拉伯旅行家,1333年来到布鲁萨,他看到的这座城市极是繁荣街道宽阔。 乌尔涵本人亲自接见了他,他这样形容乌尔涵。 乌尔涵是突厥国王中最伟大的一位,他拥有最大的财富、土地和军队。 他拥有将近一百座要塞,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要塞之间来回巡视,他从未在一座城市里住过一整月。 乌尔涵同他的父亲一样,坚持武士精神,与异教徒作战,不是在宫殿里,而是在马背上统治国家的。 乌尔涵还建立了一支长辈军。 这支长辈军的规模初期并不大,只有一万人,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,仍然采用突厥的战斗体制。 战士要终身服役,不得建立家庭,但待遇优厚,享有特权,并且每个人都以战争为荣。 一位法国目击者这样描写奥斯曼军队,当战鼓雷响,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袭击,绝不后退,直到军令发出,否则绝不停息。 他们的武装轻便,一夜之间可以走完欧洲军队三天走完的路程。 有了这台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,乌尔涵很快攻占了败战亭在小亚西亚的全部领土,接着,他又把战争之矛指向欧洲。 1354年,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,趁着地震,占领了败战亭要塞城市加利波里,将它变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。 1360年,乌尔涵的儿子继承王位,称穆拉德一时苏丹。 在他的指挥下,败战亭境内的名城一座座相继陷落。 这样,败战亭帝国仅仅保留着军事坦丁堡一座城池和几块属地。 1363年,败战亭被迫求和,降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属国。 在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下,苟延残喘。